台中市政府十六月下午发送300份鸡排 真乃庆祝台中市虎花车夺驾国庆花车人气王 因台中市空无无问题 台中市议员严利敏前右杨振中 秦左也送上300份口罩 要市府一起发给市民维护健康 中央社分享台中市政府 今天下午将发送300份鸡排 真乃庆祝台中市虎花车夺驾国庆 新花车人气王 因台中市空无无问题 国民党籍台中市议员也送上300份口罩 要市府一起发给市民维护健康 台中市议会今天召开第二届第六次定期会 进行市长市政总报告 多名中国国民党籍议员质疑市府空无防治能力 台中市议员严利敏 杨振中还拿出多张网路上民众所拍摄的工厂排放废气的照片 只指市府空无防治无能 严利敏表示 市府送鸡排讨好市民不如送口罩保护市民 市府只重视食虎不重视市民健康 他指出有一种空气好叫政府觉得空气好 杨振中指出日前台肥工厂排放废气 事发后三天市府才去机查 险见市府的预防管制根本是作秀 台中人士用肺发电 台中市议员黄新慧交代新闻局长卓冠亭 下午发送鸡排珍奶时 一并转送口罩 提醒台中的空污很严重 才是真正帮助到市民 台中市议员曾朝荣指出空污议题当时是议会 要通过自治条例 许多议员反对批评炮打财团 台电两年过去说的话却都不一样 当前有许多空污造谣的说法抹黑成果 应该要按时陈述到正式厅 台中市长林佳龙指出 市府多管旗下改善空气品质 以下午二五位指标来看 台中市空气品质近三年已有显著改善 此报天数也确实减少 市府会持续努力